案例分享 考研失败经历与自我意识的成长与实践 读者 海伦你好 很抱歉打扰你 目前我遇到了很不好的情况 十分希望西语老师能指点迷津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把下面这些话转告给他 万分感谢 西语老师您好 前年我第一次参加考研 期间一直复习得很顺利 可考研前夕 我突然内心有股冲动 想回家再复习一年再考 当时我也不清楚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可还是这样做了 跟家人沟通后 我放弃了第一次考研的机会 去年六月份 大学毕业回到家里 开始了第二次备考 大概八月份的时候 我接触到了 麦克老师解读的赛斯资料 当时就意识到 这是我从小到大 一直想了解的东西 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我连着听赛斯资料 那时候我告诉自己 这就是当初回家备考的原因吧 连续听了一个月赛斯资料后 我回归到正常复习的状态 只是晚上睡前 会听一下更新的音频 整个复习其实很有把握 可到了考试前一晚 我紧张地无法入睡 只睡了三个小时便上了考场 第二天下午 考专业课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不对劲 二十多年来没变的题目 今年变了 考完之后 我仍然觉得应该没问题 但最后结果还是失败了 那几天 我胸口闷得吃不下东西 一吃就容易吐 无奈 我开始联系别的学校 希望能调剂过去 可前几天情况突然有转机 我原本打算考的大学 今年新开了一个学院 并且只招收校内的调剂 这意味着我有很大机会 可以重新圆梦 于是我按要求提交了申请 开始了等待 复试名单出来前的几天 我都尽量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 几乎每天都在用赛斯资料的方法 观想已经被录取的情景 睡前保持收到录取短信的喜悦入睡 并且暗示在梦中做出那种实相架构 可就在刚刚结果出来了 我仍旧落榜 喜语老师 我好羡慕你可以梦到高考的题目 此时此刻 我觉得什么自由意志和力量感简直可笑 高我似乎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只想自己得到成佛 让我成为那块有阴影的拼图 就好像一个长生不老的人 为了不无聊寻刺激 把一根手指伸到油锅里反复煎炸 手指并不能理解他整体的计划 只是苦苦哀求不要这样 但人却并不理会 反而乐在其中 许老师 您能不能告诉我 高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部分的自己呢 如果真是为了整个的拼图 不惜牺牲一块阴影 那可真是混蛋 虽然我知道这是一场梦 可这是一场无可终止 无法脱身而去的梦魇 而如果高我 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 您能不能通过 阿卡西之类的方法 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然后告诉我 因为我目前真的 看不到任何一条有希望的路 细语给某同学的回复 首先很抱歉 这两天工作与家庭上的事情很忙 答复的有些迟钝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失落感 人生中重要的路口没有几个 考学 择业 婚姻 生育 掰着手指算都够用的 你对灵魂与高我的质疑并非偶然 自古数千年来 指天骂地的人何止百亿之中 不然也不会说 天地不仁 是万物如雏狗 你觉得你起心发愿了 使用了自己的努力与愿力 最后却没有成功 可是从更大维度上看 每个人都使用了自己的努力与愿力 不是吗 如果人人都一样 也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 其实蹉跎就是灵魂个体 最大的礼物 你说对了 当个体对得失有喜悟时 顺则还愿烧香 逆则怨恨缠绕 那压根就是没活明白 还继续觉得自己比观察者更重要 那就接着摩擦摩擦吧 直到没脾气 再好好说话 就好像你去看一场电影 一个蹉跎少年的成长历程 然后那个少年在成长中遇到蹉跎了 那少年指着荧幕说 你呀 你怎么不让我万事顺遂 心满意足 言出法随呢 作为观察者 你会很纳闷 我自己挑的剧本 不是蹉跎少年逆袭路吗 什么时候变成观二代保送 白富美倒贴 吃包子重大奖了呢 你说你学了大半年的赛斯资料 也看了我的一些东西 你应该明白 一个人的意识频率 决定他的际遇 而不是有多么渴望 当你遭遇名落孙山后 如果你的意识频率 继续可以保持正向的话 那恭喜你 你过关了 并且会得到下一步的人生安排 如果你开启了怨妇模式 那在高我看来 这孩子还是太稚嫩了 继续摔打锻炼吧 日后你也会有孩子 如果他努力地学走路 但摔倒了你就抱起他 那这孩子就废了 有事没事 就在地上打着滚哭 如果他胆胆土 没事人一般 含着眼泪爬起来 继续走向你 那这孩子今后能成大器 你说你放弃了一年 今年又失败了 给我总体的感觉 这些里边是有更大的图谋与算计的 很多事情等到了五十多岁回头才知道 那巧妙的安排 那巧妙的安排简直是精致 你说想看人生的规划蓝图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个小代价 偷看蓝图需要付出三十年的绝对倒霉 因为人生就是一场B卷考试 考场里翻书就是作弊 惩罚是严厉的 如果你想付出这个代价 我可以帮助你 倒霉的时候 从你知道命程开始计算 持续三十年 如果你自己振作起来 把自己的意识频率 恢复到烤前的状态 并且积极地跟随感受到的热忱行动 怀揣感恩的心 我不下油锅 谁下油锅地去煎炸自己 有一天你会变成酥脆爽快 价值不菲地炸佛纸 没有人关心过程 结果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而结果却是过程中 各个路口上的抉择与行动带来的 西云老师怕话说得太重 本来还想改得缓和一些 我建议就这样发给你吧 因为虽然严厉 但是是满怀真挚的期许 到处的是赤裸裸的真相 希望你能看懂 也欢迎继续交流 我到了这个年纪 能够理解西云老师说的 回头才知道那巧妙安排的精致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你对命运的安排 不再怨对而是坦然 不再痛苦而是感恩时 就是又过了一关 人生不是让你来体验一帆风顺的 那是最无聊 最浪费生命的 给出击小白的安排 西云老师暗示了一点给你 目前的安排预示着 后面更大的图谋 我认为这意味着 你的灵魂不是小白 当初故意设定了 这样的人生功课 肯定意味深长 望你历经图治 谢谢海伦 谢谢西云老师 我想了很久 不知道怎么回复二位 一方面 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很有道理 风雨过后 彩虹才显得无比灿烂 另一方面 我又想起了 麦克老师说的 实践塞斯资料 我很懊恼 听了这么多塞斯资料 却仍然无法应用到生活中 如果我并不知道 灵性信息的存在 或许不会这样苦恼 但是我也想把塞斯资料 学以致用 还希望有机会 加入灵性大学 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 可现在我连自己的问题 都处理不好 别人听了 又怎么会信呢 学习和实践 都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麦克老师学习一年多 塞斯资料后 开始讲解塞斯 可他之前有几十年的 积累和跨界的实践呢 我们做学生的 不要太着急 太难为自己了 塞斯课 不是一两个学期 修完学分 就能掌握了过关了 您说的有道理 就好像西语老师所说 意识频率 决定了当下的境遇 而不是多么渴望 我想是我还没完全理解 并应用它 我之前做的 观想与发愿 或许是背道而驰了 是太着急了 在中国应试教育下长大 很难避免不做学问 越是好学生 就越容易执着于此 偏偏这灵性的学问 是要用一生去参透的 另外 建议看看西语老师文章中 是怎么讲吸引力法则的 不要把它理解为 很多人心目中的呼风唤雨 好的 我会去多看的 真的很感恩 二位老师 昨天收到淘汰通知的时候 我真的是欲哭无泪 整个人都没了方向 谢谢二位 让我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我会好好振作精神的 十天后 这几天怎么样 好些了吗 谢谢海龙关心 我改变非常多 我慢慢从这次经历中 体会到很重要的东西 我听麦克老师 最近在讲的冲动 结合道瑞资料里的阐述 我想 造梦者我是真的关心 和理解我的 他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 而小我之所以这样痛苦 是因为深陷群体意识 我害怕考不上 就没有光明的未来 害怕被周围人嘲笑 我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会让自己变得糟糕 其实我根本没那么想要考研 只是想有个保障 从这次事情里 我体会到 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信任量子计算机 给我的冲动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计划 就是想做一款 灵性启发题材的电脑游戏 我觉得电脑游戏 是像电影和音乐一样的 一种艺术形式 太好了 通过这次经历 你的收获远远超过了 考上研究生 那不过是把你继续打磨成 一颗更专精的螺丝钉而已 你的高我 一直是和你在一起的 只不过各种怪招和急刹车 让小我难以理解和招架 我也经常有这样的遭遇 事情过后才明白 剩下的就只有感怀 是的 如果真的考上了 以后的日子里 我还是会担心 人生的下一个考研 这次经历 让我有勇气做自己 选择当下想做的 就去行动 不必浪费时间 附会群体意识 下面是西威老师提供的 关于自我意识发展阶段的图示和说明 一岁是自我意识的第一阶段 对身体的自我感觉阶段 两岁的时候第二阶段 对自我同一性的意识阶段 三岁第三阶段 自我尊重的意识阶段 四岁自我意识的第四阶段 是自我扩展的意识阶段 在这四个阶段中 自我意识从连贯的 混合的 同时性的合一意识 与时空共识性中 逐渐分离出来 锚定在单一意识频率 与单一时空维度中 在这个过程中 经历了第一阶段的我 第二阶段我的 第三阶段 我所能的 第四阶段 我们 我们的 我们所能的 自我认知二分 与再统合的 递进过程 五到六岁是自我意识的 第五阶段 是自我意象的形成阶段 七到十二岁 第六阶段 是理性运用的 自我形成阶段 自我意识的第七阶段 是青春期 追求自我的形成阶段 自我意识的第八阶段 成年 理解自我的形成阶段 在第五个阶段 自我意象的形成阶段里 自我意识可以展开平行空间化思维 同时对多种可能性及其后果做出预感 依据自我意识认知 做出进入哪个平行之线的决定 在七到十二岁的自我意识第六阶段里 可以展开对未经历实相的思想实验 及意识创造意识空间的再探索 学习创建思想 亚空间体系 在青春期的第七阶段 追求自我的形成阶段 自我意识频率进入更鲜明的阶段 自我成见 彰显出来 渴望表达自我 展现自我 强调自我 在自我意识的第八个阶段 人已成年进入理解自我的形成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 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 将被投放在沙轮上打磨 直到意识达成再次的通透合一